水母说电影,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小伙拿着千年魔法箱 养了一群神兽 差点摧毁人类的故事 神奇动物在哪里 我们的男猪水哥是一个顶级的魔法师 他有一个神奇的箱子 里面是一个魔法世界 住着许多神奇的魔法动物 他第一次来到纽约 目的就是为了送其中一只动物回家 在下操热闹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箱子和大壮都弄混 箱子里见钱眼开的小鸭 偷偷地跑了出去 小鸭那时一点也不客气 往自己肚子里装了不少镜条 这下吓坏了水哥 差点就被警察叔叔抓了 等到顺利脱陷后 水哥想要洗去大壮的记忆 不过没想到 激情的大壮会如此灵活地 抡起箱子打了人就跑 动作迅猛连贯 反应一气呵成 当水哥懵逼之际 暗中目睹一切的小白出场了 小白把水哥带到了魔法师协会 为了和小白搞好关系 水哥想借机炫耀一下自己的魔法动物 不过等箱子一打开才发现 坑爹的水哥又临错了 这吃一切蠢一次的智商 我也是负气了 另一边大壮回到家打开箱子 一堆动物立马跑了出来 还摧毁了大壮的房子 大壮被吓得那是一脸懵逼 水哥赶来时已经晚了 小白只好先带两人来到了自己家 而小白家里 大壮直接对小白的妹妹金发妹一见钟情 两人一对眼 那真是火花似箭 到了晚上 水哥直接带大壮来到了魔法箱里 这下把大壮激动坏了 本以为里面都是些神奇宝贝球而已 没想到里面别有冬天 简直就是一个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珍惜动物保护区而已 有能打雷下雨的千年神鹰 还有比狗还大的石鹤狼 更厉害的是还有能大能小的飞蛇兽 不过大壮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名字叫隐形兽 非常凶残 威力能摧毁整个世界 智能大壮惊讶的时候 纽约发生了可怕的事件 一只隐形兽摧毁了不少高楼 死了很多人 魔法协会的副会长郑景南正在调查这件事 于是郑景南找到了酱油男 并且威胁他 抓紧找到隐形兽 否则油泥好看 酱油男越想越憋屈 回到家后又被养母虐待了一番 这下酱油男不干了 直接变成了隐形兽 一个正面就搞死了养母 接着水哥带着大壮去抓跑掉的动物 一路很危险 两人都很拼 又去到那只独角兽的时候 水哥搔手弄姿出卖色相 大壮拖着肥胖笨重的身躯 被狂追几百米 还有水哥反应迅速 直接把他收进了箱子里 一路追随他们的小白 趁机把两人也锁进了箱子里 随后把两人带到魔法师协会接受处罚 而此时隐形兽再次出现 直接杀死了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这下整个魔法师协会炸了锅 刚好小白走了进来 于是水哥和大壮不幸当了背锅侠 正点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把锅推到了水哥的神奇动物身上 于是想着先斩后奏弄死他们 不过水哥光环附体 怎么能这么容易死呢 水哥的小豆芽和大蝙蝠轮番出场 表演绝招 水哥也靠他们带上大家上眼惊险逃脱 这是水哥发现了隐形兽和飞蛇的踪迹 成功的把逃跑的动物给抓了回去 此时正经男和将有男的感情瞬间破裂 将有男一个照面下来 直接吓傻了正经男 随后开始大暴走 疯狂的破坏城市 然后就是一顿魂战 先是正经男对战小白 接着水哥大战正经男 然后将有男再次暴走 又搞起了破坏 最后魔法协会的会长带着一群人赶来致富 随着一声残叫 将有男四散成了黑色的碎片 最后为了保持魔法的神秘性 水哥召唤出了神鹰兽 让他下了一场魔法雨 洗掉了人类的记忆 完成神明后的水哥再次踏上了旅途 如果你有一个神奇动物 你会想要哪一个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神奇动物在哪里》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